Hello大家好,我是楚儿 当我们遇见了喜欢的女生 脑子里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 嗯,我该怎么做才能够得到她 随之而来的就是想尽办法接近她 挖空心思吸引她 其中步伐走了许多的骑路 甚至是犯了很多的错误 当然只要能够完成最终目标 所走的骑路所犯的错误都只是经历而已 但是却有很多情况下 只要你犯了错误 迎来的就是女生的反感 与你渐行渐远 今天我就来给兄弟们分享 让女生毫无保留爱上你的三步法 第一步合理化借口创造机会 成年人的世界大家都很忙 也都有自己的小圈子 如果你没有一个合理的理由 那么你走不进她的世界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理由 你能够约出妹子吗 有的兄弟总爱跟我抱怨 现在的妹子好难约呀 我要怎么才能把她约出来呀 不是妹子难约 只不过是你约她的借口不够吸引人 甚至可以延伸出一个道理 不是妹子难聊天 只不过你平白无故的扯淡 会让她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 所以我们应该秉持着这种思路去聊天 才能够给邀约 诗出有名 延伸话题邀请约会 诗出有名是指 你每次聊天都要切入一个适当的话题 有的兄弟喜欢跟女生闲聊 在吗 聊会天吗 在干嘛呀 这种情况的确很难聊下去 特别是那种不太熟悉的女生 她们往往不知道怎么接你的话 甚至是会反感你对她的询问 那么我们如何跟女生切入适当的话题呢 以你对她现有情况的了解 展开一个她比较容易回答的话题 例如 我看你朋友圈经常去某某地方吃饭 那边环境怎么样呀 我正想找一个地方请朋友吃饭呢 你也是某某的人啊 我朋友也是那边的 听说那边风景可美了 原来你是某某学校的呀 我妹妹一直想考那个学校 就是不太清楚那边的情况 你觉得怎么样 这种方式跟她展开话题 她至少知道怎么回复你 而且这种简单的信息询问 不干涉到个人隐私 也会让她对你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回复你更多的信息 接下来呀就是延伸话题 增加更多的互动 举例A 你说 你也是某某人啊 我朋友也是那边的 听说那边风景可美了 女生回复 对呀 那边有很多旅游景点 你可以接着说 看来你还挺喜欢旅游的嘛 我之前有一次去某某地方 这就是非常简单的延伸方法 假设她喜欢旅游 加分享自己 激发共情 一个事处有名的开场白 加及时的切入转换话题 等于源源不断的聊天 而且这样妹子不会认为是在浪费时间 因为环环相扣 每一个话题都是非常自然衔接的 那么如何创造邀约机会呢 其实你在跟她聊天的时候 已经在为自己创造机会了 就如同例子当中 你完全可以跟她说 那下次我去那边 你可要一起来玩呀 只要你能够跟女生有话聊 能够和她聊得很开心 女生通常不会拒绝跟你见面 第二步引导投资 增加感情 你为什么会对女神念念不忘 即使她对你毫无兴趣 说白了就是 你对她进行了过多的投资 无论是物质 投资买东西请客也好 情绪投资 思念吃醋悲伤也好 你投资的越多 就越难以放下 引导投资 就是利用这种心理 通过引导对方给予你更多投资 来增加你在对方心中的权重 让对方习惯你的存在 最后让他放不下你 引导投资分为物质投资和情绪投资两种 面对女生最适用的方法为情绪投资 毕竟作为男人 让一个女人一直为你花钱 肯定不合适 当物质投资转化为请他帮忙 例如给建议挑东西 带小礼物 这种忙都只是顺手之劳 不会给女生造成困扰 也增加了你们之间接触的机会 而情绪投资有一个关键词叫做 展示脆弱 我们每个人都有脆弱的一面 都曾经历过低谷 与其将这一面一直隐藏着 不如将它变成引导情绪投资的武器 当你在女生面前展示你脆弱的一面 反而会激发女生的母性保护欲 当她开始心疼你的时候 她就开始对你产生了情绪投资 开始关心你 注意 展示脆弱 肯定不能去编造那些没有的东西 女生不傻 太狗血的故事 一眼就会被看穿了 也不能激发女生的共情 最好的素材就是我们自己身上的 童年父母陪伴的缺失 工作学习的压力 生活的孤独 这些情况我们或多或少都存在 也很容易激发女生的共情 让她心疼你的不容易 第三步 唯一特殊性加赋予缘分 通过前面两步 你们之间已经开始了频繁接触 也通过引导投资 增加了女生对你的关心程度 接下来就要在这个基础上 添油加火 让她毫无保留的爱上你 女生对爱情有一种浪漫幻想 希望自己是特殊的 同时也希望你是她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你可以在和她相处的过程当中 给她这种感觉 例如 你知道吗 我从来不在电影院看某某片 你还是第一个和我看某某片的人 你是我见过第一个和我这么聊得来的人 虽然别人也这么对我说过 但是你的安慰是我听过最懂我的 这种唯一的特殊性会让女生觉得你们之间的关系是特殊的 甚至是你可以这么跟她说 让她觉得你和她是命中注定的 以前我总觉得我会单身一辈子 因为很难遇到能和我聊得来的女生 后来遇到了你 其实有的时候 女生不会在意是否真的命中注定 她们需要的是给自己一个相信的理由 而这种理由就需要你来给她赋予 这样才能慢慢的让她毫无保留的爱上你 让她坚定的认为 你就是她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很多时候缘分只能让你们相遇 而让你们相爱的只有付出实际的行动 如果你有恋爱 对女生相亲挽回方面的情感问题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视频右下方的微信 我可以一对一的帮你解决情感问题